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弗拉德表示 中共在美国设立了很多秘密警察站 不仅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有 连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也有中共的秘密组织 而那里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战略总部所在地 中央部队的战略是我们的10,000人和女士 在华尔克弗拉斯加州的华尔克力 在外国的华尔克力量 也在我们的国家的中央部队 那是我们的核心机器 然后我们的核心机器 所以我们的核心机器 为美国人的美国人的美国 和美国人的美国人的美国人的美国人 在我们的美国人的美国人 告诉你如何热烈和奥尔克弗拉斯 普拉德表示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让很多美国人开始警觉 中共秘密警察站 也让内部拉斯加州居民担忧 中共渗透到了美国的中心 弗拉德日前在众议院提出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他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今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员通过2023年停止活灾器官法案 这是美国首次立法打击中共活灾器官的暴行 新唐人电视台华府记者站采访报道